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年 主要是汽车 特别是新能源车 汽车没有变 另外 这几辆 内地汽车 选择1211 一定是选择这几辆 为少这几辆 因为技术相对成熟一点 而且他们真的有车 他们的车是真真正正有很多车主 然后你看到论坛 他们本身也有很多会员 而且也在说未来 就算你又看看未来 未来的成功之处不单是做车 因为他比较做高 end 比特斯拉的定位 还有会员的凝聚 才是他的call 所以他是一家真真正正已经做到车的企业 然后你又觉得他有点问题 我就觉得不太实在 不要看得太远了 说回小鹏 小鹏来说 我觉得他依然是一个汽车产业 我相信他下半年继续可以 这些车是相信做到的话 亦都相信买得到 然后你的政策是继续带动到新联车的销售 另外其实未来亦都在技术上会做一个提升 譬如说是车体化等等 未来亦都会有些计划 计划有些新车款会推出等等 你整个产业链 我相信小鹏是可以去留意 当然你未必说需要去现水平 就已经去买入去 如果你真的想去等下的话 那你等回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会多一点 去到近一零几 这些水平就开始收集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到升轨那里 可以采取一个分注收集的一个策略 然后等待整体市场有机会回稳 气氛回暖的话 我相信这些汽车股 新联车股 其实依然可以重新联车股 做其中一个可以上升的一个资格 所以如果大家其实是miss了 之前的一个新联车股 觉得错过状了 不妨等这一轮下 可能不知道调整多少 如果你有深点调整的话 可能对于想买的人 就会更加开心 如果你已经有持续的话 我觉得在高位上 可能今天就差一点 但是想吃一点 做一些profit taking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你就等待它们低回一点的时候 又补回下去了 但我相信下半年来说 只要大市区稳的话 这个sector来说 依然是较为确定性 比较高的一个sector 其实它升上来之后 其实很多只能看淡 也不是看淡它们的业务 或者它们的销售 是因为它们升得多 而觉得它们已经appliced 在未来的前景 而不是因为基本因素出点问题 所以有机会调整的话 可能大家之前未有负 就算是一个机会 我觉得是可以去catch到